登上高雄壽山置高點 梅麗夜景讓人看得好陶醉 但要爬上這裡不簡單 因為容易迷路走錯方向 被包整個都掉了 沒有掉到溝裡面去了 23號晚上消防隊接獲通報 62歲的蘇信老師已經失蹤6小時 自行登山想在中秋夜看美景 沒想到迷失方向跌進山溝 還有輕微脫水現象 事隔沒幾天 27號又再度傳出 有人失蹤 穿著綠色上衣男子被找到時 還好身體狀況沒有大礙 還能自行下山 但短短四天接連兩起失蹤案件 也讓不少山友稱 壽山是百目打山 如果山友想說自己走捷徑 那第二點走祕境 那捷徑祕境 經常是會有時候會讓你誤判 你可能會轉一個圈 我們統計大概一年有15件 那大部分都是發生在 像現在這個陸秋冬天的這種時節 就是比較早天黑的這個時節 從地圖觀察 壽山的登山小境錯綜複雜 如果登山山友沒有GPS定位 沒有導航就很容易迷路 更傳出有山友因為迷路 失溫死亡 壽山風景美不伸收 但也隱藏著迷路危險 記者王家姓黃 世雲高雄報導 到根本來的 在冬天上 早